暴雨狂撞南台完后 高雄田辽的不游路 被厚重泥浆层层不满 可以看到他的车壳已经破裂 旁边满满的都是泥泥 而且轮胎啊 可以看到全部都是泥浆啊 现场满地泥泥 重型机车车头到车尾都是泥浆 即使以减速慢行 压到泥泥不慎摔倒 刚好穿鱼的 还好鱼可以冷一点掉 那你们从外面牵过来牵多远 大概有 大概牵十分钟左右 想回老家的路困难重重 索性骑士没有受伤 不过不止他们惨摔 车主的鞋子都是泥泥 身上也是已经摔了至少数十台 在地里长赶紧跟公所调派堆土机 跟冲洗地板 现场记者在一旁也提醒 路过的骑士要放慢速度 因为这位在高雄知名的越世界 不止步道封闭 多路段都沉泥海 连山上的泥浆还冲进附近住家 他们说最高的时候还淹到了 大概快一层楼 那边都还有水线 连路都没有 九十岁的奶奶无力清理 真的头很痛 因为看到家中更是惨况一片 就连这个门 因为底下都是泥 我要推都有点非常的困难 大雨冲刷泥水到屋里 一度烟禁一层楼高 家具更是东倒西歪 沿下只能盼相关单位赶紧协助 早日有个安全住所 TVBS新闻冬军庄凯玉高松查报告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